歐開戰歐美義憤 填膺各種花式 自裁獨獨不見出兵 更難看的是正義起火點的北約 甚至沒準備好 要討論烏克蘭加入的師 台灣只能靠自己 不用幻想去靠別人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武裝起來 自己能夠保護自己才是最重要 想要依賴別人 根本都是自殺的行為 戰場上烏克蘭獨立對抗俄羅斯 美國晶圓卻沒有軍事行動 德國的軍援還出包 外媒踢爆這批武器當中 2700枚防空飛彈是東德時期的武器 已經庫存35年 其中至少700枚已經腐蝕氧化 德軍內部文件更指出 這批飛彈早就過期 看看烏克蘭怎能不想到台灣自己 美國想利用台灣造成台海的衝突 他就在旁邊當啦啦隊 當送金團 實質他不參與 因為他的目的是想拉垮中共 而不是想為了你台灣 台灣就變成了他 遂行他戰略目的的一個工具 而大陸則是高調痛批 美方明明承諾過不支持台獨 卻不講信譽 彈令人遺憾的是 四不一無意的表態 始終漂浮在空中 遲遲沒有落地 不斷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 攻擊挑釋 這不是一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樣子 中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我們完全有權力 採取必要措施 狹揚謀獨 沒有出路 以台制華注定失敗 慘烈的俄武戰爭 烏克蘭被當成棋子 成了台灣血淋淋的教訓 這綜合報導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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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